大家好,我是小鹅 今天分享一下冬瓜超级好吃的做法 首先准备一块冬瓜,洗净去皮 然后去瘾,切成厚一点点的片 像这种就可以了 放入盘中备用 这是我提前和好的面 200克面粉,105克清水 揉成面团之后,我们松弛五分钟 再次把它揉光滑 然后擀成薄一点点的面片 擀好之后,再把它切成条状备用 起锅,热油,倒入冬瓜块 全程中小火,不停的慢煎 煎至冬瓜表面微黄时就可以了 我把它推到一边 放入葱,蒜,辣椒,炒出香味 然后翻拌均匀 再加一勺生抽,半勺老抽 半勺白糖,少许盐 进行调味 最后再倒入清水和冬瓜持平 水烧开之后,我们放入切好的饼条 盖上盖子 盖上盖子 中火焖6-8分钟 中火焖6-8分钟 饼的变色,没有白芯石 就收透了 我们先把饼的剪出来 最后加一点点蚝油进行调味 香喷喷的红烧冬瓜就做好了 脆香味俱全 反复味道了肉香味 冬瓜这样做,软烂入味 鲜美多汁 虽然没有放一块肉 但比吃肉还香 真的特别的好吃 连汤汁都吃光了 饼饼的口感柔软又劲道 吸收了汤汁的味道 也特别特别的香 最后撒上一点葱花 就可以开吃啦 简单营养又解馋 喜欢就试试吧